来看医疗的讯息 癫痫发作的原因有很多 而可以是江国梁就发现 每年的一二月是癫痫发作就诊比较高的频率 因此呢 他是花了五年的时间 利用健保跟气象局大数据分析 发现这冬季常出现的空污是诱发癫痫的因子 因为不良的空气品质可能会造成睡眠品质不佳 导致慢性缺氧诱发癫痫发作 另外低温还有高气压也是原因之一 而这项研究最近也获得一届认可 在国际期刊上发表 身体不停抽搐抖动 癫痫患者一发作往往来的措手不及 而科医师江国梁发现 每年一二月癫痫就诊频率高于其他月份 因此他花了五年时间 利用健保与气象局大数据分析 发现诱发癫痫的原因与空污有很大的关系 而这项研究最近也登上 国际期刊 研究者结果气温果然是最重要的一点 而其他的因素 包含刚刚讲的气压 日照 再就是刚刚讲的六个空污指数 包含了PM2.5 甲烷 一氧化氮二氧化氮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这些部分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子的结果 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或许我们对于这些空污的一些标准 不能够忽略 医师表示空气中的甲烷 一氧化碳以及PM2.5等 都是诱发癫痫的因子 也因为不良的空气品质 可能造成睡眠品质不佳 或导致睡眠时呼吸到主治 慢性缺氧就会诱发癫痫发作 另外低温和高气压也都是原因之一 这一次主要的研究就是 到底想要看出到底气候跟空污 到底有没有影响 那做出来的结果是 我们是发现就是 每那个在发作的前七天 的这些平 刚刚讲的这些指数的一个平均值 是有统计上的意义的 医师强调天气变化大会影响大脑神经 导致癫痫患者过度兴奋 加上情绪激动 精神压力大 就容易诱发癫痫 冬季是癫痫发作的高峰期 呼吁患者一定要多留意季节转变 注意保暖保持良好睡眠 并且适度运动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藉城博和台中采访报导